大家好 我是Esther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泡梅酒 家裡當然有很多的梅酒 但泡完梅後我經常教大家 要把梅撈起 例如你家裡的小酒瓶或酒瓶 把梅酒濾在瓶裡才會拿出來喝 如果每次都在籠底很辛苦地拿一個情酒水 通常都是消耗不了沒有人喝的 其實拿梅出來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用來做梅醬 我們用這個浸完酒的梅去製作果醬 雖然少了新鮮梅的香菇味 但好像食物淺一樣也很好吃 我現在就教大家 如何不浪費浸完梅酒的梅去製作醬汁 回來的梅 記住我們一向都是用最大的4L梅 貪它多肉之後都可以製作醬汁 你看看果肉爆多 我先剪一剪開它 作用是令它更容易變成果泥 就是這樣 相比煮新鮮的梅醬汁要一個多小時 這個就最適合懶人像我一樣 我放了一些剪好的梅 加少許梅酒 小火慢慢煮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工具 幫助它快點煮爛梅肉 我們用這個工具幫助它煮爛梅肉 把果膠和砂糖混合在一起 直接放進去煮 它就會很快結塊 我們一定要把果膠 即是NH Patin和糖混合 才可以放進去 現在就放進去 再放進去 又是攪拌一邊攪拌一邊攪拌 慢慢把它放進去 加了果膠和糖 你看它都亮麗很多的表面 可以果醬這麼漂亮 還有一個小貼士 放NH Patin的時候 梅子應該煮至大約40度以上 它才會溶化 它已經攪拌了 我們微微再煮一會 期間記得煮的時候不停要攪拌 因為很容易就焦了 我們看到它差不多開始稠稠地了 就可以加上第二部分的砂糖 大概煮三至五分鐘就可以了 大約你見到它成為一個果醬的質感 我們就可以拿上來 關火了 核形的果肉已經分離了 我們就可以慢慢用鉗、筷子 撈走核 就可以入瓶了 用之前的瓶子 我們用100度放入焗爐 焗大概四、五個字就可以了 現在趁熱就趕快放進瓶裡 剛才大概500克的梅 都可以大約做到400克的瓶的啤酒 剛剛好 我們趁熱 扭上它 就可以放進雪櫃儲存 好 通常藍高梅回來 我們可以找到2L、3L、4L尺寸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4L尺寸 如果太小顆、2L 浸完酒已經縮到炒皮 很難再用來製作果醬 浸梅酒 大概我們如果買1kg 梅 就可以兌1L的果實酒 然後就加600克的冰糖 如果怕甜可以減100克 加500克都可以的 大概浸半年 最少半年 就可以留在梅製作 南高梅酒釀果醬 南高梅的季節就快過了 所以記得在找浸梅的尾巴 嘗嘗嘗嘗嘗嘗嘗~~ 開玩ンニ子